自高云祥涉案以来,剧情一波三折,而太太董璇自始自终不离不弃,忙碌奔走,甚至亲自携带母亲和女儿远赴澳洲,为了帮助丈夫保释成功,还将女儿小酒窝保上庭,大打亲情牌。 不过近日董璇已经被拍到回国复工,笑容满面,满血复活。 台却报道,董璇因为高云祥案做事出轨,加上董璇在签名的时候,手指上的戒指已经不见踪影,加上8月15日高云祥生日,董璇全天无反应。 8月21日是董璇高云祥结婚7周年纪念日,董璇也没有任何表示,难道婚姻已经亮起了红灯? 22日,董璇还通过女儿小号筛出一段短视频,目前小酒窝正在澳洲陪伴爸爸,董璇这段视频应该不是他本人拍摄的,但也透露了董璇思念女儿。 近日有网友到董璇新开的亲子餐厅打卡,正好遇到坐镇店里的董璇,董璇看起来心情不错,重要的是他手上还带着婚件。 至于之前的婚姻亮红灯传闻,就相违背了,看来董璇和高云祥并没有什么问题,是谭媒过度揣测了。